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中国地理探奇 它的生活习性展现了自然界的气候法则 它的生存轨迹见证了海南岛上百万年的变迁 为了生命中的新乐土 它们究竟是如何飘扬过海的呢 传说四百万年前 它们远离故土来到了中国最南端的海岛 四百万年来 它们命运波折差点遭到灭顶之灾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作为陆科中最为珍贵的种群 它们的名字被列入了中国宾威物种红皮树 它们就是中国海南特有的坡鹿 坡鹿属于泽鹿的一种 它们仅分布于中国的海南岛 世界上其他泽鹿的种群大都生活在东南亚 越南 老窝 柬埔寨等干旱的西数草原地带 而只有中国的坡鹿生活在海岛之上 它为什么叫它泽鹿呢 就原来在东南亚那一块的 它的生活区域呢 基本都是靠近什么呢 林子跟灌虫跟草地交汇的地方 科学家们推测 坡鹿的祖先和泽鹿的祖先们 共同生活在东南亚干旱的热带草原坡地 它们是属于异母同胞的亲兄弟 但一天 这个家族中的某个成员突然选择了离开 它们选择的新栖息地就是中国的海南岛 海南岛属于热带海岛 它每年的降雨量达到了2000毫米 丰富的降水应该赋予了这里湿润的气候 那上百万年前 习惯了干旱环境的坡鹿祖先们 为何要选择这里作为新的家园呢 追随着野生坡鹿的足迹 我们将得到答案 这里是海南省东方市大田坡鹿保护区 也是人们最早发现坡鹿的地方 如今海南岛上的很多野生坡鹿 都是从这里被放养出去的 这里也是野生坡鹿最好的追根树原地 在眼前一片茂名的灌木丛中 我们发现了野生坡鹿的足迹 它脚印的有大有小就不止一头 这是大公路的便方 你看这个又黑又亮 很新鲜的 这些都是坡鹿经过时遗留下来的痕迹 这片灌木丛并不是野生坡鹿真正气息的地方 穿过灌木丛我们将会看到野生坡鹿群 过去就很多坡鹿了 眼前的视野突然开阔起来 没有郁郁葱葱的林子 只有岸边干粒的土地 一切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它们所经历的干旱 多余的海南居然也会有这样的环境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这些地方在海南 这个西南部 从那个 川江 北沙 到东方落东 上亚一带 都比较 虽然海南省降雨充沛 但海南西南部区域 却有着干寒炎热 热带草原的气候特点 这与海南特殊的地势密不可分 海南岛的地势就像一个倒扣的大腕 中间高四周低 这个地势让海南丰富的降雨 发生了东西分配不均的现象 中部地区海拔很高的山脉 阻挡了从东边来的雨云 再加上这里东南季风的吹拂 更阻挡了雨云跨过高山 于是雨水被迫降落在了山脉以东的区域 而处于山脉被缝面的西部区域 就形成了炎热而干旱的气候特点 这种现象在气象树域中被称为雨影区 看来上百万年前 坡路的祖先们从未忘记过他们适应的生存环境 海南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新领域的开发 让科学家们感到奇怪的是 坡路既不是游泳高手 也没有任何渡海工具 那这些异乡的来客 是如何渡过汪洋大海 最后发现了海南这片新乐土的呢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地理探奇 一种动物的飘洋过海 人为因素极有可能 但根据史料记载 坡路登上海南岛的时间远远遭遇人类 所以科学家们首先否定了坡路起源的人为因素 根据地质学的研究 海南岛属于大陆型岛屿 曾经是原有大陆延伸的一部分 后来经过了漫长的地壳运动 逐渐与陆地分离 最后形成了孤立的海岛 会不会是在海岛与陆地没有分离之前 坡路就踏上这片土地 开始了他们新的生命旅程呢 从地质上海南岛的起源 在越南那一块 后来经过地质变动 不断地向北部湾那一块移动 移动以后慢慢又转到 现在的位置还要偏南 那么到了后来呢 又随着这个板块的移动的话 又接近于冲冲海峡那一块 就是雷州半岛那一块 由此科学家们推测 海南岛曾经一度与越南连接在一起 这被坡路踏上海南岛提供了机会 而后发生的东南亚板块分离 导致坡路无法再回到越南 最终成为了海南独有的路种 但通过对古气候的研究 这种独有性的推测 又碰到了新的问题 二百万年前的平川起 海南导致与中国大陆 发生过多次的分分合合 在那个时期 陆地上曾经多次出现过 非常适合坡路生存的环境和气候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很多路科动物发生了分离 向陆地扩散 比如梅花路 但坡路为什么没有分散到中国其他地方 而一直保持着海南独有的特性呢 为什么没有到大陆 可能就是尖兵期那段时间 还没有足够的时间 能够扩散到大陆去 冰川起的阻挡 让坡路的脚步永远地停住在了海南岛上 后来上百万年的演化 它们最终和泽路有了很大的区别 而形成了一个独有的地理种群 也就是科学家们所说的地理亚种 因此坡路也被叫做泽路海南亚种 2003年 据科学家们调查 世界上泽路种群的数量仅为三千多只 然而数字本身并不是最让人担忧的 最为担忧的是 这个数字仍在地检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 海南岛坡路的保护更为重要 海南岛的坡路是从哪里来的 是什么时候来的 结合坡路可以辅助研究海南岛的地质变化 现在它的基因分化的水平 与原来的这些种群到底差别有多大 坡路的起源之谜仍在研究中 它们如何而来 为什么独独选择海南作为新的家园 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将是坡路的生命历程 最终要告诉我们的 而通过这些答案 我们将更准确地看到 海南岛屿变迁的历史 也将为世界陆科动物的研究 填补缺失的一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